莫森购买了食物过来阿祖法这边,他跟朋友借过来拖拉机,准备帮阿祖法开挖地基,晚上阿祖法邀请莫森留下来吃饭,人生的态度是,抱最大的希望,尽最大的努力,做最坏的打算。 莫森对阿祖法母女的好,真的是前所未有的,这让阿祖法无法拒绝莫森的好意,一早阿祖法在寻找废弃的燃料,等下就可以烧壶热茶,阿祖法昨天用充气的泳池帮女儿洗澡,让女儿沉浸在欢乐的玩水世界中,这个新帐篷就是母女两人的临时住所,晚上在里面睡觉,也是一个温暖的小窝。 昨天莫森约了阿祖法,今天过来帮忙,他准备开着拖拉机,过来这边开挖地基,阿祖法想着把建造工作缓一缓,还有很多手续还是没有半全的,莫森跟阿祖法说不收他的工钱,今天是纯粹过来帮忙建造房子的。 看着母女没地方住比较可怜,莫森最近过来帮阿祖法拉货以及建造房子,都是没收他的费用,巴特纳这几天偶尔也过来帮忙一下,把之前的建造材料拉过来。 目前就莫森和巴特纳经常过来这边串门,阿祖法还是比较信任巴特纳的。 莫森他的脾气很古怪,总是让人捉摸不透的。 这几天摄影小哥借钱给阿祖法,他们去采购了很多生活物资,为这个支离破碎的小家增添一些生活气息,之前茶具还有碗盘这些,被推土机强拆之后,里面有很多餐具都破坏了,需要重新购置新的碗盘。 阿祖法生活在这边,他一停下忙碌的工作,就会想起远方的丈夫,不知道康克现在在哪里。 其实阿祖法可以给老者打个电话,告诉他们妇女自己目前的住址,防止以后这边出现什么意外的话。 老者可以过来这边帮助阿祖法,现在阿祖法做事没想到那么全面,最近时间发生了很多变故。 阿祖法考虑问题就没有那么全面,只想把自己的小家庭安置好,他并没有考虑到长远问题。 阿祖法可以搬到奶奶那边居住,至少那边是安全的,这样也可以联系到康特,选择这么偏僻的地方。 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母女的住址,这边还是一片空地,要是建造一套新房子, 这可要花费很多人力物力。 阿祖法目前自己的口袋现金所剩不多,顶多就是剩下十几天的生活费。 想要建造房子,还需要跟别人借钱。 莫森曾经跟阿祖法说过,要是需要借钱建造房子可以说下,不用利息的。 等阿祖法以后有钱了再还,但这个数目不会很多的,阿祖法离开的时候,或许应该在旧房子那边留下纸条。 以后老者或者康特过去那边的时候,就知道阿祖法的新住址。 老者父女之前对阿祖法有恩,曾经把阿依达从坏人那边解救过来。 阿祖法牵着老者他们很多人情,老者曾经拿钱给阿祖法购买生活物资,最后阿祖法并没有收下来。 他跟老者说这些钱是借的,以后还是会归还他们。 其实小哥可以给老者打个电话,跟老者报告阿祖法母女的新住址。 过了不久,莫森提了食物过来阿祖法这边。 他过来和阿祖法打了招呼,并说这些食物是免费赠送给你们的,晚点我还好开着拖拉机过来操作。 你山区的房子被破坏了,我内心真的很过意不去,希望这次我能帮助你建造好房子,今天会按照合约规定的位置操作。 看着阿依达四处乱走,莫森准备抱着他过来,如今莫森简直变了一个人。 这让阿祖法有点觉得不可思议,他还是需要保持谨慎,其实简简单单的一个电话,就可以搞定很多事。 阿祖法每天在这边非常忙碌,不止要给女儿做一日三餐,还要把这边的东西整理一下,可以使用的托盘重新归纳好。 而那些坏的托盘就拿过来做燃料,这边的烧水做饭还是使用燃烧木板。 阿祖法守着很多废旧的建造材料,还不想扔掉,想着以后还可以循环使用。 阿祖法之前听阿里说过莫森之事,他现在是单身的,之前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,现在莫森做人做事还是喜欢独来独往。 这几天莫森店得这么好,让阿祖法有点始料未及的。 莫森这次购买了一些食物给阿依达吃,他跟阿祖法说,你们要是需要帮忙,随时可以联系我。 我家住在附近的,今天朋友的拖拉机要用。 他晚点下班之后,我就跟朋友借拖拉机过来,把这边的地形整理得平坦一些。 你不用担心我会收取你的费用,这些工作都是我必须做的,之前你跟我购买土地,现在房子被强拆住不成。 我自己也是很内疚的,现在借给你这块新地皮,你们母女可以放心住下去,没有人会过来这边捣乱的。 要是我伯伯他们过来骚扰你们母女的话,你一个电话我马上过来摆平,本来我不想借这块地皮给你们建造房子。 我看到你女儿这么可怜,跟你风餐露宿在外面,我才愿意借这块地皮给你们住。 在简单的闲聊之中,莫森接到朋友的电话,他准备开着拖拉机过来,等下就可以在这边进行修整地皮。 莫森离开之后,阿祖法感觉莫森这次很热情的,本来想要拒绝他,奈何莫森说的几句话让人听了很温暖。 阿祖法在附近点燃了一堆木柴,碗点这边可以照明用,过了不久,就能听到拖拉机的声音。 阿依达真的是又怕又喜欢看,这个高大的机器发出轰鸣的声音,感觉像一个大怪兽。 阿祖法对女儿说不要四处乱跑,拖拉机在作业着,不能靠过去太近。 莫森开着这台拖拉机过来,他说,你们母女坐远一点,这边我要工作。 前面的区域就是借给阿祖法建造房子的地皮,莫森准备把泥土铲过来,这次莫森的态度改变了很多,对着他们母女很客气。 阿祖法都不知道接下来他会不会改变,希望莫森不要出尔反尔的,外面的天色渐渐暗下来,阿祖法把旁边的梁棚收拾一下,这边到时需要作业到。 莫森开着拖拉机熟练地操作着,把这片区域的泥土缠走,到时整理出一片平坦的地方,到了饭点时间,阿祖法需要忙着做晚餐,这次他没有预留莫森的饭菜。 这边还没有拉电线过来,靠着火堆的照明,阿祖法熟练地把西红柿切小块,阿依达很喜欢看着拖拉机在作业着,到了这个点莫森还在忙碌着,把地上的泥土和砂石拉过去。 阿祖法有点过意不去,这次就预留做莫森的饭菜,忙碌了几个小时,阿祖法邀请莫森过来吃饭,希望莫森这次是对阿祖法母女好,不要中途出现什么幺蛾子。